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Gate爸爸 我是Kissing 芭樂媽 我是小芭樂 我是小芭樂 在小芭樂 對 又到了親子長青 阿內産 芭樂媽 妳今天帶我們到哪裡啊 這裡怎麼都是阿兵哥 今天我們來到了金山 不要怕 這也是 住民美術館 喔 我還以為我們到金門了 現在是暑假期間 住民美術館裡面有很多玩水的地方 還有阿兵哥 還有阿兵哥 可以看這些雕塑 我們可以走入大自然裡面看雕塑品 然後可以培養藝術的氣質 包括在館內有芭蕾舞的雕像 都很美喔 小朋友可以到聲音實驗室 還有一些掌管是適合小朋友的 去探索科學啊 去聽聽看聲音啊 就很好玩 小朋友放電的好地方 還有呢 住民美術館呢 他們有一個最主要的就是有一區呢 是太極系列 然後那邊呢 非常適合呢 大家去 好好去欣賞這個藝術品 對 外面的就是太極系列 裡面的呢 就是人間芭蕾 而且呢 在餐廳的外面呢 還有一個小小的白色的格子 白色格子 那是讓小朋友呢 可以用粉餅呢 去畫畫啊 讓他們有藝術的一個創作 對 還有剛才你們看到了什麼動物 天鵝 美美看到了什麼 大大雞鵝 還有呢 還有小魚 他們一直在吃我們的吃料 一直可以餵魚 然後我們吃完了 對 然後還可以買飼料餵魚 吃魚 吃魚 吃鴨蝦子耶 還有鴨子 對不對 那還有看到烏龜嗎 有啊 好棒喔 好 這裡呢 是有公車可以到的喔 那公車的路線圖呢 時刻表 我們就放在說明欄下面囉 或是看我們的影片呢 我們影片也會介紹 如何坐公車到住民美術館 然後呢 我們也可以開車到住民美術館 因為外面呢 都有很多的停車位 我們GPS呢 只要設定住民美術館的地址呢 就可以來到住民美術館喔 對 這裡很大喔 需要一天的時間才可以玩得完 很大喔 對 對 那現在就跟著我們一起去玩吧 Let's go 我們從捷運淡水站2號出口出來之後 右轉 然後一直往前直走 走到橘色招牌店面的時候 我們左轉 公車站牌在這裡 我們要搭862公車 我們要搭862公車 往灌北海岸線 我們來看看它的公車路線圖 這裡是淡水捷運站 我們一直要坐到 租民美術館站 路線圖上有寫每一站耗時的時間 到租民美術館的時間大約是一個小時半 例假日的時候 從淡水捷運站發車的時間 約有3-4個半次不停靠租民美術館 大家可以點下面說明欄的公車時刻表查詢 平日和假日的發車時間大約有8個半次 它都有固定的時刻表 大家可以到說明欄點來看看 我們抵達租民美術館站了 我們來看看這裡有租民美術館免費接駁車的時刻表 是從金山市區到租民美術館的這一段路 平日還有週六週日還有國定假日的時間都不一樣 大家要注意哦 租民美術館的開放時間 5月到10月是早上10點到下午6點 11月到4月是早上10點到下午5點 每週一休館 如果遇到國定假日則正常開放 那我們現在就進去囉 我們先帶你去看看廁所在哪裡 進來之後往右邊走 這裡有座椅可以坐著休息 還有飲水機在這裡 飲水機的左邊是育嬰室 右邊的這個門進去就是廁所了 那我們現在就往前走 右邊是服務中心 大家可以在這裡購票 只走過來可以看到左邊有Arts多一點實驗室 著名老師認為藝術就像一座迷宮一樣 所以設計了像迷宮一樣的空間 讓孩子在裡面探索中去與藝術互動 往前只走到底這裡有美術館商店 小朋友可以來到裡面做首座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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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巴拉妈有和小朋友一起在玩水 然后那个水是冰冰凉凉的 真的很消暑 其实来著名美术馆不只是来玩水 这不是重点喔 重点是 我们可以在住民美术馆去体验去感受到说 这位大师的艺术品融合在这大自然当中 然后非常的有艺术文化的气质存在喔 可以带小朋友暑假的时候来这里感受一下那个艺术大师的大作品 其实十年前巴拉妈有来过住民美术馆 那时候呢把他妈大一的时候 学校主办干训营 然后呢老师就带了我们一群的学生来到这里玩 那时候来的时候呢还是学生 所以呢我们只是在雕塑品前面拍照 跟雕塑品有一个互动的拍照 那现在呢当了妈之后呢才发现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喔 像是玩水啊还有科学实验室啊还有做手作啊 这些都很适合小朋友 那长辈也非常适合在那个太极的系列那边呢 很大的草皮也有很多的座椅啊 可以坐着休息欣赏美景 还可以欣赏艺术品喔 对然后站在那里还可以俯瞰整个金山区的美景 我们早上呢来著名美术馆呢 好三观他这一系列的艺术作品呢 然后到这中午呢 我们就可以到大嘴巴餐厅 对去用个午餐 因为我们全家都是吃素 所以呢这里有素食的餐店 很好吃 对非常的好吃 螺热炒饭 非常的美味 而且小元宝呢他也都吃光光喔 对 一份喔 套餐呢他都吃光光喔 然后那个充满胶质的热汤很好喝 对 白木耳的咸汤呢非常的好吃 而且非常的营养 那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咯 希望大家呢玩得愉快 对 亲子长青安耐色 如果你喜欢法拉妈的影片 记得分享按赞加订阅哦 记得开启小铃铛接收视频通知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polished电风 小铃铛接quarters 小铃铛接收视频通知 不同人之间